118 《工商時報》 升息腳步近REATS當最佳防禦基本面好轉和資金行程走勢 歐洲地產股多頭棄成 可加碼投資 2015年7月15日理財百保商 C 三類清狼美國經濟明顯復甦 失業率接近歷史低點 進一步帶動新資成長 升息機率大增 包括大陸 歐洲及日本等卻因經濟尚未明確好轉 延續貨幣寬鬆政策 面對緊縮與寬鬆並存 基本面好轉與資金行程趨勢 如果美國重啟升息將有助房地產市場 使得REATS成為市場動蕩下的最佳防禦標的 台新投訊投資長莊明書表示 希臘債務事件雖對國際金融市場造成震盪 但千萬不要低估歐洲央行行為歐元區決心 預期風險可控制下 無礙全球成熟股市長線多頭走勢 預料風險外日效果有限 歐元區更以架構歐洲金融穩定基金 歐洲穩定機制甚至歐版 防護機制 歐洲景氣持續復甦 欺力積扁違約或退勾 對股市影響刑事短空長多 但短期震盪難免 防禦資產佈局更仍重要 進入下半年循環 美國聯準WIVET對景氣描述更正向 防禦類股可望有更佳表現 莊明書認為 防禦股有中內需與降低波動題材 面對市場波動時相對受青睞 配置建議選擇REIT為優先佈局 亨德森遠見泛歐地產股票基金經理人 巴巴諾指出 政策面與理率環境及經濟復甦等 基本面營救持續有利地產股後勢發展 下半年歐洲地產股的投資空間仍值得期待 主要是美國地產指數足及2007年的高點 多頭氣勢旺盛的歐洲地產股 可望跟隨其後 各類別投資人仍持續加碼歐洲地產股 群益全球不動產平衡基金經理人英家德強調 REIT獲利可帶動股利成長 具資本利得空間 就資產配置角度而言 不動產循環周期較長且緩慢 與股市呈現負相關的特性 可分散風險 又可提供優於債市的報酬率 有強化獲利之效 報酬風險比進一步顯示不動產商對其他資產來得有投資效率 也是資產配置中不可或缺的標的 他指出 經驗顯示 升息預期會使REITS價格短期修正 升息後退利率及通貌會升 REITS漲勢更驚人 突顯投資價值